而公事记者今天也采访了多位学策达到顶标的高三学生 其中大部分都表示并不会想到中国大陆念大学 主要理由是台湾在各方面都比较自由 但是也有高中跟大学校长呼吁政府要赶快对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 因为以后会来台湾抢学生的不止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顶尖大学 中国大动作开放政策要让台湾学策成绩达到顶标的高中生 直接免试申请北京上海等123所大学 摆明就是要来台湾抢学生 但不少成绩顶标的学生却认为留在台湾比较好 做学问或者是做其他方面的探讨的话 都是需要相对应的自由 那我觉得台湾有可以提供这个环境 大学还是留在台湾念我会比较习惯 然后我就不会想在大学去适应一个就是全新的环境 我们最近那边研究比较自由 他到那边感觉就是还比较管比较多 不过也有学生想去中国试试看 他们的顶尖学校的竞争力是比台湾还要强 这是真的 所以想去那边念书 对 中国推政策抢学生 但有高中校长表示冲击不大 因为去中国念书要看简体字 理想背景讲的是中文对外语能力没有帮助 而且没有讲学金诱因不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年日本和香港的大学也大动作来台招生 台湾的大学要留住顶尖学生 势必要有所改变 因为各国现在都到台湾来 来抢那个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学生 如果我们大学端今天 没有一套真的好的计划 把这些优秀的学生留下来 那我们当然会担心 不是跑到大陆而已 目前国内大学为了招生伤头脑筋 不只国外大学来挖角 现在连中国都出招 国内大学龙头台大也呼吁 政府要注入更多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 以免人才流失 大陆的高等教育一直在做很重大的投资 进步的非常快 那他们整个经济发展也非常的好 那所以台湾这方面应该要对高等教育多做一点投资 蒋炳黄表示对国内的教育环境还是相当有信心 相信短期内影响不大 但面临各国都在争取台湾的学生及师资 政府势必得加快脚步 以免优秀人才流失 记者文章志成台北报导